創意比才近在韻通 欢迎收看 《超胜券》节目 那今天的大盘的大碟 是受了所谓的 美韩联合经验 这个时候的话 北韩的部分 它發動的一個攻擊 那這個攻擊 具有所謂的恐嚇上面的一個意義 所以說美國的股市在昨天 包含今天 可能都要面臨到所謂的投資人 恐慌性的一個賣壓 這個賣壓 也延續到所謂的亞洲股市裡面 包含所謂的日本 包含韓國 那日本韓國目前為止 它的跌幅 並沒有像台灣目前為止這麼多 那中國大陸目前為止 跌幅也大概是接近1%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的股票市場 今天大跌的接近200點 那也創了一個 近期而言的一個新低 那這個大跌代表什麼 代表投資人目前為止 非常的恐慌 而且今天的成交量 它是放大的 它並沒有萎縮 代表很多的人在今天 在今天的日子裡面 非常的恐慌 他們急著要去賣股票 但是你要想到 那去年之前接近10年線的位置 也就是大概在今天的 一個7800點的一個水位 在這個位置區 10年線的一個關卡價 那政府基金 有沒有機會 來做出一個進場 互盤的動作 我個人認為 這個機會性 目前為止正在醞釀 也因為受到 國際性的一個利空影響 那台股的一個基本面 目前為止 出口的數據並不好看 再加上所謂的中國大陸 目前為止經濟是衰退的 那所謂的內需需求量減少的同時 對於台灣股市 包含紅色供應鏈的一個影響 在在都影響到台灣的股票市場 所以說這個大盤 從所謂的高漲區 一路的做出一個下跌的動作 那跌到這個地方 國安基金要不要進場布局 我相信主管機關 目前為止可能都在研議當中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的加權指數 創了一個波段的新低 這個是所謂的 周線的角度我們來看 如果說從起跌點開始看 目前為止周線的部分 已經連四黑了 而且這個禮拜的周線 它是一個帶量的一個長黑 那你用月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在這個地方 正在往緊線的部分 來尋求支撐 那如果說月線的部分 今天收了以後 也是屬於一個黑黑棒 連續四天的一個 連續四個月 它所看到的黑黑棒 那在在都顯示 目前為止台股面臨到非常嚴峻的 一個考驗 那手中的股票 第一個要留意到 你手中如果說有全資股的 包含所謂的金融股的話 可能你就是這一波下跌裡面的 所謂的重災戶 這個重災戶 心理建設一定要完全 那我相信很多的投資人 他是在股票市場裡面 他是用時間換取空間 尤其是這些穩健 操作的投資朋友們 我相信在之前 經歷過所謂的金融風暴 在之前經歷過 所謂SARS的一個風暴 你都挺過來了 那這一波裡面 受到國際性的一個利空 台股經濟面欠佳的一個走勢之下 你能不能夠全身而退 這個關乎到各位的心態 你的心態一定要健全 如果說你的心態不健全的話 當你常常 面臨到所謂的恐懼的同時 你可能做的動作都是錯的 你可能做的動作都是錯的 因為目前為止大盤在大跌嘛 2200點 你這個時候的話 你為什麼沒有想到這兩個字咧 你為什麼沒有想到這兩個字咧 你一定要站在恐懼啊 那這個牽扯到所謂的心裡面 我相信恐懼啊 是人類天生以來 他所具備的 當大盤在跌的時候 他當然會恐懼啊 那當然也就是說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都是輸家 這是最大的原因啊 如果說你反方向去做出一個思考的話 你站在這邊來想的話 我認為很多的事情 你的想法上面可能會不同 來看一下 那來先看到這張股票叫宏達店 2498宏達店 買到這張股票了 我相信是重災戶啦 他叫重災戶啊 來 這日線給你看 夠不夠嚴重 連一點反彈都沒有 沒有 顏老師不會帶你去買這種股票啦 南亞也是一樣 今天帶量下跌 有人說業績不錯 帶你去買 今天是巨量長黑啊 那再看到這張股票 來看一下喔 可成 我相信我們之前操作過了 老師絕對不會帶你買在高漲區啊 你高漲區可以避開的喔 你應該都是賺錢的喔 來看到這張股票 紅准 老師啊利多沒有漲耶 合碩也是一樣喔 很多的股票 全資股啊 他都是一路的下跌啊 但是這些股票 並不完全說 都是所謂的不好的股票 其中當然包含一些很機優的股票啦 但是大盤趨勢在下跌的同時啊 這些股票可能啊 都會怎樣 受到牽連嘛 那另外一個族群啊 你要留意到高價股啊 高價股現在比較強勢的喔 看到IC設計的利企 那包含這個所謂中概類股的淘地 那這個F-Tinker也不錯喔 傳奇 這些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 高價股的部分 是屬於一個比較強勢的喔 那重災戶的話應該 這張股票喔 三六七三的TPK啦 你手台裡面像有的喔 你為什麼你這麼緊張的啦 你真的很緊張啦 股價從200多塊跌到100塊 從100塊再跌到 現在你所看到的77塊啦 那這種股票你去買 真的賺不到錢啦 F-凱勝也是一樣 G-可股的話 連可乘都在跌啦 凱勝也是一樣 洪傑克 這個叫跌升以後的反彈啦 老師不會帶你去搶反彈啦 你操作應該從這邊來操作嘛 股價由所謂左邊到右邊啊 它叫上升嘛 如果說由左邊到右邊 你要注意是往下的 這個地方只是反彈 那包含F信心在內 很多的股票 台威迪 可能啦 你們手中都有這些股票啦 但是 要不要殺在最低點 這考驗到自己的智慧 那包含各位啊 操作的一個習性啊 那岩老師拿這四個字來送給各位 歷史啊 他會重演 那什麼樣的歷史他會重演呢 也就是說投資朋友們 常常想說老師啊 我怎麼會經常輸錢啦 那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原因是什麼 你的原因就是啊 買的時候 你喜歡買在最高點 你非常的樂觀 認為行情啊 持續會大漲 所以之前 6000點沒有買 7000點沒有買 8000點沒有買 9000點以上 拼命去做出一個買價的動作 然後你會認為說 台股非常樂觀 因為國際股市都不錯 美股創新高 當股票市場往下跌的時候 從1萬點跌到9000點的時候 跌到8000點 7000點 你這個時候沒有去 適當的去做出一個處置啊 你的心裡面會受影響啦 所以老師一樣說 賺錢跟賠錢啊 歷史啊都會重演 你如何啊 有所謂的輸家變成贏家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舉一檔股票好了 這檔股票是我們普通會員買的 來 002買的 那非常lucky的啦 8月19號買 在昨天啊 昨天這個大盤只有小反彈啊 那我們這檔股票 非常幸運的拉到漲停板 那這個趨勢有沒有改變 如果說這檔股票趨勢沒有改變 你是不是要拉回找買點 還是說你利用今天 大盤開的時候 你短線上面去做個價差把它賣掉 我相信這是兩種思維 兩種方法 你要注意 老師今天要點名一檔股票 來 這檔股票叫3081的聯亞 聯亞目前為止股價已經跌破了400塊 那我們操作這檔股票 我相信沒有一個會員是賠錢的 你是老師的會員 來 麻煩你作證 你大聲的告訴你周遭所有的朋友 顏老師操作3081的聯亞 有讓你虧到錢嗎 有讓你虧到錢嗎 但是你要注意喔 這檔股票啊 目前為止啊 這個地方已經連續大跌三天了 有沒有止跌的訊號 有沒有止跌的訊號 你們手中的股票 如果是套牢在400塊錢以上的 該怎麼辦 該怎麼樣處理啊 我相信處理的方法 一定是所謂的低買高賣 如果說這個趨勢是往下走的 你就必須要去做出個停損的動作 如果說在這個地方有止跌的訊號 你當然是怎麼樣 等待所謂的趨勢反轉嘛 你再行做出一個賣出的動作 就舉這檔股票當例子 那我們看到之前岩老師跟你講的這則新聞 我說你看到新聞看到報紙 你要去研判 雖然裡面基本面好像都是對的啦 7月份增加所謂的產能 那光通訊的一個訂單 我相信大家都能夠接受啦 它的股價你看到報紙的同時 它可能就在所謂的高檔區 你去買的同時 很多人都是套牢在這個地方 因為買賣點不對嘛 高檔區才會出現所謂的利多消息 在低檔區它是不會出現任何的利多消息 所以岩老師的買賣點 我當時候就跟各位講了 這張股票我們在7月24號 老師在節目裡面告訴各位的 如果找盤這個地方有人通知你 那該有多 7月29號我們買進了一個證據 買了之後直接拉漲停 這個就代表說你的買點應該是正確的 你的買點正確 後面拉到漲停板 後面持續創新高 包含老師在節目裡面持續的講以後 這張股票半年報也出來了 那你要留意到 投信它的買力浩劫的同時 它就不會再持續買了 這個時候你反而要站在賣方 你要把投信操作的習性 一定要抓得非常的精準 那我們公佈第一次操作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公佈第二次我們操作的一個過程 老師在那邊先講 我們手中沒有任何一筆單 沒有任何一筆單 是套在所謂的308的聯亞 那老師也告訴我的會員 這張股票你自己不要亂操作 該進場老師一定會進場 那今天聯亞套牢的人該怎麼辦 老師舉這張股票 甚至說你手中還有一些套牢的股票 老師今天歡迎各位打個電話進來 老師親自地來幫各位解答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我們先進去 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 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言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义游 运达头部 智谷上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在这里我能重新感知 水的柔情 树的蜂藏 汤的能量 这是我的私人养生殿堂 寒碧楼六感服务 世界为二青黄之汤 北投图书馆旁 六十四至七十八平 湘林玉川 二八九八 二五九八 欢迎回来节目下 继续收场 严谣老师 为你主持的 文超胜见 那大盘大跌了 两千两百点之后 这个后面的行情 到底是会反弹呢 还是会有所谓的空方 转为多方 我相信投资朋友们 你的心里面 应该都有个答案 你如果说认为 这个大盘 进入到所谓的超跌区了 真的已经超跌了 我相信你的心情 是非常的乐观 你可能手中 还有大笔的资金 准备要进场 那如果说你之前在高档区 你是沿路都是套牢的 沿路加码的 我相信你这个时候的话 你的心情好不起来 你认为说这个大盘 可能反弹的同时 有没有机会 我的股票也一样 能够看到所谓的解套波 我认为机会不大 我认为机会不大 那你要注意到 老师现在要跟你讲了 目前为止 来这个大盘 进入到超跌区了 你要如何来操作 这个叫重跌 股票市场里面 不是说脑袋比较聪明 就一定赚得到钱 是你的策略一定要对 如果说你看得懂大盘的话 目前为止大盘一直在修正 你会不会经常买 你应该不会买 你应该保留大批的一个现金 手中的股票也许你是亏损的 没有错 但是行情反弹的时候 走错的股票卖掉之后 把资金集中起来 后面找趋势往上走的股票 你一样可以赚到钱 一样可以做到反败为胜 不是说我现在该赚钱 怎么办 其实你们目前为止手中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股票套牢 那你要注意哦 手中股票套牢没有关系 但是有些股票套得太深了 它还是持续往下说 做个探底的同时 你千万不要去做出一个 所谓的摊平的动作 那摊平的动作到底是谁在做的 不是散户 也不是一般投资人 它是三大法人在做的 因为他们的资金是非常多的 筹码面也是非常多的 他们可以用到金字塔的方式 持续的往下去做出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投资人如果说你看错一次行间 你看错一次趋势 你在大盘持续下跌的同时 股票持续下跌的同时 你持续的去做这个加码的时候 你认为是把所谓的成本摊平 其实不是 你是把自己置入到一个 所谓的风险性极大的 一个操作的一个形态里面 这个时候的话 深入什么危机当中 就像老师现在跟你讲 大盘大跌的200点今天 你会被恐惧 老师我恐惧可能只有一天 明天就好了 心理学这样子讲没有错 但是在当下的同时 你这么怕 你在恐惧当中你会买股票吗 你不会啦 你只会在贪婪的时候 当加等指数一直涨的时候 你会去买股票 那所以说你会到牢嘛 因为你现在恐惧嘛 你恐惧你不会去买股票啦 一般都是贪婪的时候 会去买股票啦 所以说股票市场考验人性 考验人性 跟人性所认知的 是完全相反的 是不一样的 当人家贪心的时候 你反而要恐惧 当人家恐惧的时候 你反而要贪婪 我相信这句话 每一个人都听过了 但是里面真正的意思 我相信了解的人不多啦 最少要在股票市场里面 有十年以上的资历了 才能够真正来体会 哇好像很弱 那你为什么不在底部布局呢 当大家觉得说这张股票好像没有希望 你赶快去做出买进的动作嘛 不是等股票涨上去了 哇每个人都跑进去了 看到所谓投信啊 连续九天的一个买超 我这边公布我们的操作 我相信我的会员也在看节目啦 这张股票我们第一次 买进卖出的一个证据 都在简讯里面 包含会员等级 包含这张股票的一个身份证 那第二次一样 诚实的跟各位来做出一个操作 我相信目前为止 手中没有一笔单啦 那今天3081的联雅 来连续跌三天了 到底有没有买点 什么时候该买 我相信我会通知我的会员 我的会员看着手机嘛 这张股票要注意哦 严老师会带你进场 但是不是现在 但是不是现在 那昨天掌停摆的这张股票 有拉回 老师也会找一个适当的点啊 让还没有上车的人啊 来做出一个上车的动作 那之前跟各位讲的这张股票 三四五四的金内 我相信当时候都没有人讲啦 后面可能也不会有人讲嘛 因为怎么样 这张股票今天又跌了啦 来看一下 今天又往下跌了 跌的股票 我跟你讲没有人会讲它 跌的股票没有人会去讲它 但是我们从之前 从七月份开始就跟各位讲 这张股票你要注意 当时候你在底部买的应该都赚得到钱啦 你去买 因为趋势往上走嘛 你应该都是贪有钱啦 你看到节目的有没有赚钱 老师不知道啦 但是老师不希望你套牢啦 股票一定要有买有卖哦 这个股票操作一定要有买有卖 我相信老师在节目内一直提醒你 不要看着我们节目 看报纸啦 听消息啦 去操作 这张股票创破断新高 再创破断新高 那老师可以公布的 就是说操作结束以后 来 这个操作结束啦 直接就跟你验证一下 第二次操作结束了 来 也要跟你验证一下 那包含第三次 我相信 我们都是非常诚信的 来告诉各位 我们操作结束了 那后面要进场 一样 我们会用简讯 来帮各位通知 那近期而言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做所谓短线的 一个价差操作 短线价差操作 快进快出 先累积一些获利 来看到6415的FCD也是一样 第一次的一个买进 卖出的一个证据 包含简讯里面跟你讲 那我们可能是先行做一个价差 这个卖价钱买价一张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包含近期切入的代号627的同心电 它是属一个日周月线黄金交叉啦 但是短线上面的操作 你要注意到黄金K线的一个买点跟一个卖点 8月18号的简讯告诉你啊 这张股票我们先行的做到一个获利入带 把钱放口袋以后 我们才会准备第二次出手的一个时机点啦 那3374的精彩也是一样 今年下半年成长性加 老师知道 但是股票要有买有卖啊 我们先做第一次的一个价差操作啦 那很多人打电话进来问老师啊 为什么8月13号拉到涨停板 为什么你在隔天啊 你一定要先卖一趟 这个叫经验啊 因为股票市场里面啊 目前为止啊 这个涨跌幅放大 也存在一些所谓的不确定的因素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啊 会持续的干扰到股票市场里面 所以说投资朋友们目前为止啊 你在近两个月里面的操作啊 你会发现 好像股票买了之后啊 没有连续性啊 可能今天买 明天就下跌了 可能明天买了下跌 后天又涨上去了 又可能啊 它的盘中的一个振幅啊 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要想出一个方法 好 来因应这个大盘啊 第一个 一定要用所谓的现股操作啦 千万不要用融资啊 因为融资的话在大盘啊 这个趋势不明朗之下 甚至大盘在回撤之下的话 你受伤害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老师之前公布了 所谓的代号6456的FGIS 我们这张股票操作了很多次 那包含第一次的维基督事 包含第二次的一个布局成功 那这张股票在节目里面 也说很久啊 可能你有赚到钱啊 但是记得 股票有买一定要有卖 有买一定要有卖 可能你在高档区买了之后 短线套了 但是目前为止股价在低档区啊 你应该做什么样的策略上面的一个运用 这个非常重要哦 如果说能够在低档区买的 这一天买了以后 直接就拉上去了嘛 好那我们公布啊 从6月份开始 第一次的操作 进入到7月份 第二次的操作 7月份第三次的操作 那包含7月份 第四次的一个操作 那今天这场股票 受到所谓消息面的影响 目前为止下跌 那老师下跌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 这个看法上面非常主观 有人认为是买点 有人认为是卖点 那有人认为自己的论点是对的 有人认为自己的论点可能有问题 但是老师 给你一个线索好了 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短线上面可能会受到影响 长线上面会回归到基本面 会回归到基本面 也就是说这档股票目前为止 它具不具有所谓的投资型的价值 如果有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一个 一个关键性的买点 如果没有的话 投资人买牌没有进驻之下的话 可能这档股票 它持续往下修正的机会会比较大 所以说你要审慎的 对于手中的股票 去做出个研判 我知道你今天心情 这次心情很差 因为今天股票大跌 那心情差只有一天 你没有悲观的一个权利 从下个礼拜开始的话 营老师希望各位 能够振奋起精神 重新面对这个 轨距多边的一个行情 那今天记得 老师提醒你 来股票有问题 来 怕他卡中的在来 营老师不会安慰你 老师会亲自的 帮各位的手中股票 详细的来做出个解答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额排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岛块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运达投资 运达投资 连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可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资 连分医师 现场基本力研究 资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 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言与空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难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态势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对你组织服务呈现 N2 2781 0909 2781 0909 额排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降一度 降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第一台不需安装冷煤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